时间过得好快 一晃眼 921地震已经过了20年了 你还记得孙启风孙启光这两兄弟吗 当年深夜大地震 台北的震度高达四级 也造成了东兴大楼倒塌 87人死亡 成了台北死伤最惨重的大楼 而靠着冰箱里的瓶火和矿泉水 他们在不到两瓶大小的断源残壁中 撑过了132个小时 最后获救 重获新生的两兄弟 这些年来相当低调的过生活 他们也投身志工 但媒体始终找不到他们 在这地震20周年的这一天 我们采访的孙家兄弟的父亲 来谈一谈兄弟俩的情况 启风跟启风在那边打桥牌 砰 一声降下来 动 然后再开始停电 就一直动 一直动 一直往下 都一直沉下去 就一直往下沉了 有火 又有烟 但那时候楼已经从12楼 已经插到第7楼 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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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三楼 四楼 已经都压在地下了 7楼 5楼都死了 那我们那时候怎么会讲说 可能看有没有袭击出现 当时一共造成87人死亡 成了九二厘地震 台北是死伤最惨重的大楼 但灾后132个小时 出现了令人振奋的一刻 孙启光在上午被救难人员找到 他的意识清楚 身上除了背部有割伤外 其他一切良好 他叫了我一身爸爸 我说你是老餐啊 他说哥哥还在里面 即使受困六天 孙启光仍有力气 自行从瓦砺堆走了出来 拿着矿泉水猛灌 旺盛的生命力让人赞叹 十分钟后 他的哥哥孙启风也被救了出来 到中南医院的时候 那个院长说 孙爸爸你很夫妻 你这个孩子 如果再擦十五个 在一刻的时候 再擦二十分钟半角度 他就有营养死亡 当时兄弟两的家 住在东兴大楼的三楼 地震正垮了天花板墙壁 他们被困在不到两坪的空间里 但住在四楼的小阿姨 一家五口就没那么幸运 他们全家都习惯 你房间都压扁了嘛 我的房间也压扁了 那个妹妹的房间也压扁 只有客厅没有压扁 兄弟俩这一百三十二小时 到底怎么自救活下来的 我就把行动电话拿来 开始找 因为它微弱的光 不快照照照照 就找到一瓶矿泉水 然后一次跟我哥 那瓶矿泉水被我们撑了一天 二十四小时喝完 那时候就真的很渴 极度饥渴下 当时刚退伍的孙启光 拿出野战部队的精神 他摸索到冰箱就在旁边 那我就去继续用手摸 摸摸摸摸 就摸到第一个苹果 那时候我想说一个 还有我哥 因为我们两个 我就继续摸 摸到两颗 我哥他已经就是在里面 找到一把水果刀 我们就开始削苹果在那边吃 吃完苹果以后 尤其又摸冰箱 又找到一大一小的矿泉水 靠着苹果和矿泉水 兄弟俩撑了三天 但到了第四天 水没了就要放弃希望了 兄弟俩互相打气 但到了第五天 弟弟孙启光告诉哥哥 做了这个梦 我从那个冰箱的后面 那边有个洞叫我挖出去 然后一次我用手去摸 最好那个洞不会说很大 但是勉强可以让一个 很瘦的人爬过去 于是我筷子就长了 弄弄弄被我弄了十分钟 那个洞被我寝出来 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优势者在那个管理 还有那个救难人也都在那边 下方的灵人也都在那边 不是说你是哪个单位 他说你有没有 我是罹难 孙家兄弟奇迹获救 而遭埋的第二天 其实是哥哥孙启峰的生日 那时候启光有一个项链 他说我没有什么送你 我只有这个项链 在瓦鱼堆的时候 就送给启峰 他说哥哥给你 我们来生再做兄弟 重获新生的两人 更加珍惜生活 但二十年过去了 孙家兄弟俩 只有在九二一十周年 纪念晚会时 曾一起公开露面 这十年来 我们很努力的在生活 那我们也珍惜我们身边的人 希望能够借由我们 然后让他们能够觉得说 活得真的还是很好 那能够 能够 能够去好好地过自己的人生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其余的时间 鲜少出现在荧光木 在做志工的时候 去那边有一个陌生人 年轻人 他一给他拍个肩膀 你就是那个九二一地震的 地震压来没有死掉的 两个兄弟 我那个孙启光一下也愣住了 他说也不能讲做事 他就说捡个头这样 但是那时候 志同那时候听到这种声音 启光就有一点害怕了 不想外界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孙家兄弟选择低调生活 但孙爸爸说 即使过了二十年 九二一地震对兄弟俩来说 还是难百夫的噩梦 他们在摇的时候 也心里会怕 有时候在睡觉 或是等他做事 会突然想一下 头脑会静起来 他说糟糕又地震了 都要找旁边有墙壁的 或是说有 尽量靠忙来 或是跑到 人出来就跑到空地 不能在家里 一定要跑出来 九二一地震十年后 东新大楼在园子重建新大楼 但对孙家人而言 已经是难以抹灭的伤心地 他们决定搬离 我们那个就卖掉了 因为他们不敢住 启光启光他都不要了 因为他说住得很尷尬 搬离伤心地 孙爸爸说 哥哥孙启光 现在是电脑工程师 十年前结婚 五年前和老婆 生下一个宝贝儿子 孙子五岁了 小孙子 那个孩子 很害怕 他爷爷爷爷 弟弟孙启光 现在担任建设公司 董事长的特助 那启光哥接红 快了 四十一岁他有啦 可能今年或明年他会结婚 历经受困瓦砺堆六天 孙家兄弟感谢重申 默默投身公益 走过九二一二十个年头 孙家兄弟学会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的美好